來... 姐 我不知道 姐 這一家我是覺得 不用走進來了啦 對啦 妳可能不知道 因為這一家真的買不到啦 排隊入口住嗎 不用 買不到了啦 真的 我跟你講 我買得到啦 你買得到 對啦 不可能 今天不就是要展現 個人的實力嗎 你知道這一家店 我朋友訂了兩年訂不到嗎 我相信 我相信 沒有啦 如果他訂那個東西 會訂不到啦 但日常的麵包是 週五大概就會賣完 它的丹麥麵包是不是也超好吃 是 我們來吃一個 鹹蛋黃的 croissant 好 很厲害... 走 來... 絕對是賣光的 但是我有留... 他是在賣入口的吧 哈囉 射完... 射完... 等一下... 再講一遍 美燕姐留的有留嗎 有 有留好嗎 有 有留滿嗎 有 好厲害喔 你們在口中看起來都好好吃 OK 那個鹹蛋黃 croissant 它的第一名真的就是它的 croissant 對 croissant 我以為第一名是蛋黃酥 沒有 因為那個不是全年有的 那個只有... 而且我的化妝師聽說 我今天要來這裡 剛剛又傳了一堆說要買什麼麵包 我已經拍照給他看了 不用買了 就是都空了 這個就是木材公司的 它可以搭配的 對啊 我跟你講 這就是金沙 我跟你講 講到鹹蛋黃 他們的鹹蛋黃出現 你在拓圓系統販賣 一分鐘你手上演唱會那種 本集搶票的天 然後你手速不夠快搶不到 搶不到 而且它不給人家拍來什麼介紹的 有 我聽說今天真的是因為 美人姐親自打電話來邀請 邀請 邀請 我還... 邀請 沒有 因為非常感謝 這個邀訊跟我們一起做的公益活動 去年的公益餅乾就是邀訊一起做的 而且我們 我們一起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然後我們覺得大家都很願意 在盡一己之力為社會做貢獻 所以我們是因為這樣子才變得好朋友的 美人姐 下次有公益邀我好不好 好 我也很喜歡 好... 好... 好 進來 她本人太年輕了 太可愛了 妳好 大家好 妳好 OK 好 各位 我跟你說 這真的是我們的台灣之光 台灣之光 2017年就這顆麵包拿到世界冠軍 這個是烏龍烏絲喔 看得出一隻獅子嗎 你如果沒有出來就知道你列問題了 我看得出來 是用台灣的大五草莓乾 跟台灣的玫瑰花瓣 這個麵糰我們加了一點點部分質 所以讓它這個麵糰切開來 帶有一點點分質 你怎麼會想到要做這個 鹹蛋黃可頌 因為一開始的設定是希望說 可頌它是其實比較屬於歐式的麵包 歐式的麵包 對 我希望在可頌的元素裡面 可以加入一些台灣的素材 你看它這麼透光 對啊 透光 然後它可頌一定要有一個 很像蜂窩性的一個組織 對 那代表說它的麵糰跟奶油的分層 是非常的平均 平均 對 平均 我想吃我可以吃嗎 可以 切下去ASMR 搖也是那個聲音 裡面夾的這個是我們自己做的 一個鹹蛋黃的杏仁餡 難怪是有一個 對 很多人想在它的加工的東西裡面 放台灣元素 可是有時候加不好的東西 試不下你知道嗎 對 幹嘛啦 好好吃喔 等一下 今天到目前為止沒有踩雷吧 沒有 這是餅乾嘛 這是可頌的酥皮 對 就是一個好的可頌 它的酥脆感 其實咬下去的聲音 應該是咬下去 而且你知道沒有錯 這什麼時候了 什麼時候出爐的 就是中午左右 它還那麼紅啊 而且今天還下雨了 喂 你趴到它的地上啊 還那麼膨耶 難怪你真的每次推出 就搶購一口 那這錢啊 蛋黃的嗎 蛋黃黃的 這個其實是巴斯特乳酪的製造 巴斯特乳酪前兩年 就是很火紅 那我們就想就把它 跟我們的可頌麵包 做一個結合 對 後面... 你們需要求救 我怎麼知道 這一層的話是 它是一個乳酪的餅乾 因為巴斯特乳酪它是甜點 它是比較濕的狀態 它直接跟麵包做結合的話 其實很容易接縫處會烤不鬆 所以我們在它的乳酪蛋糕 跟可頌的麵團中間 又加了一層餅乾 中間那個餅乾 就可以組個 乳酪蛋糕的水分 跟麵包結合在一起 容易會有烤不鬆 很酥耶 這裡有沒有聽到他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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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漱 好酥喔 好想皺的 那間して 你們買不到 我還有事 我先掌 我兒子當局這樣 怎麼可以那麼酥啊 你說真的那麼酥的 那個秘訣是什麼 其實是奶油跟麵糰之間的比例 而且奶油要好 對 我看你們奶油吃 就很好吃 對 奶油超好喝 好 太鹹了 先過來 我看你後面還有很多醬耶 都是你自己做的 你推薦到姐 彭杏芭樂好了 配這個嗎 對 有在練啊 像這種果醬 我就是三天就吃完了嗎 你是當寶寶食物在吃 沒有... 彭杏芭樂是上面 它這個都是芭樂的肉對不對 對 好芭樂耶 怎麼有一個酒的味道 是一個酒的香氣 對 因為它我們在醃製草莓乾的時候 有加了一點草莓酒 但是它草莓過後 酒精整個會不會拔掉 那這個草莓是... 什麼啊 為什麼啦 好發熱喔 有沒有幸福 有 是不是適合你或女人來吃 喂 我想要用剛剛切下來這一片 加一點果醬 真的很好吃 你不要借口要加果醬 我跟你講真的是很好吃的 這個也... 這都賣完了嗎 都賣完了嗎 對 對 就適合吃完了 事先有吃 而且我發現它配那個可頌啊 因為你們的可頌是有洞氣的 我覺得它很蓬鬆嘛 可是因為它剛好陷到它那個洞裡面 主持的洞裡面 主持的洞裡面 你咬下去那個是完全炸開耶 它是純粹用熬煮的 對 它並沒有到很像 它不會像 有些果醬是要挖的像果凍那樣 像果... 像果汁那樣對不對 對... 它還有洛神花吃在裡面 我跟你講這個不容易做... 我真的是再多吃兩個確認看看 對啊 真的剛剛講 你剛剛前面幾瓶為什麼都沒有 對 為什麼 原來你在等後面 不是這樣 我跟你講 果然是愛吃麵包的 真的有送給你 對啊 好吃喔 我沒有那麼愛吃麵包的人 我也覺得很好吃耶 對啊 是不是 這我一定要買果香 為什麼知道嗎 在那裡... 沒有... 只能買果香 還是你花朋友在賣麵包 對啊 它常上電視 可是你不知道它有電對不對 我知道了 哈囉... 洛師傅去煮飯了嘛 對... 對不對 OK 好 你今天可以煮白燒燉對不對 好 我們訂了 對... 洛師傅有拍電 對 我跟妳講這個一定要是 酸湯魚... 好香喔 過年前來打包酸湯魚 然後多打一份酸湯 然後你回去之後 你只要加點芹菜或者是蒜苗 然後把魚隨便燙丟進去 好吃到不得了 來 我什麼都不講 我告訴你 一家店一定要有一個 鎮店之寶 鎮店之靈魂 就它 酸湯 有沒有有點像泰式的料理 它是川菜的底子 然後它本身有客家閩南的 這個血統的結合 很好吃 非常好吃 而且它的魚一點都不柴 我跟妳講 妳還有一個企劃 就是它的金沙中捲 因為金沙就是用鹹蛋黃 可是鹹蛋黃 它要嘛有時候會過油 有時候太乾對不對 有時候又 它那個炒的香味又不夠 算了 它就是所有的菜結合在一起 是不是 是不是不驚 不驚 對 是有蛋黃的香味 對 這香味 魷魚是甜的 而且它的金沙也不會過量 你看那種子滿整的金沙味 對 太多了 不對 不一樣 金沙要好吃 本身它是 它還在鹹蛋的時候 它就必須有一些底子在 它那個金沙我真的 很好吃耶 很可以對不對 它中捲也挑的都非常新鮮 好甜 這個蝦子這個是什麼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茄汁 但是它加了酒釀 所以它的這個厚度不太一樣 你可以吃吃看 而且妳是吃了一碗之後 再喝一口酸魚湯的湯 這個可以再吃 這湯可以真的再喝一口 是不是 這魚不得了 是不是 真的 我跟你講像我們這樣子 胃口也不是很大 我們就是每一家店 就是最精華的那個 吃它兩道就好 對不對 它這個它不會每天卸亮吧 卸亮啊 我跟你講你看喔 你看 我的湯泡有點這個飯 妳姐這很誇張 你們真的不用吃白菜嗎 先不用 你們好奇怪喔 菜包能炒一個來嗎 對啊 不是 這位姐姐 我們後面還有店家 妳是從以前就是可以這麼能吃嗎 好厲害喔 很會胖 怎樣 是不是夠了 好 這會讓人家想見你的味道 它第一口的時候吃進去怕有 因為我其實很怕出來 那我也會吃到你 所以它第一口吃進去 對 我其實有點害怕想說 要酸起來了 怎麼會變甜的 而且它帶麻 它有四川的花椒 這個白色是什麼 蘿蔔 蘿蔔 酸蘿蔔 它的蘿蔔吃起來有果香 對 它去醃的 醃過的 難怪 等一下它舌頭回來囉 它吃得住三味了 它不是只有苦味了 回神了... 回神了 我跟妳姐妳有想過 妳要再教另外一半嗎 妳就有想過就想 這事情幹嘛想呢 就是妳是屬於 就接下來是談戀愛 不結婚了 還是說妳也不想把話說 我現在就是先整骨 好嗎 因為我不是排花不開 我是腳打不開 好嗎 好 真的 我一直吃 妳是不是很大拍照 我沒有拍照 等一下怎麼... 我先把今天度過吧 我現在怎麼辦 好快喔 妳看它的魚卵 好久沒有吃這樣 一顆一顆的好吃 魚卵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妳敢吃魚卵喔 我吃喔 我真的在吃很好吃 妳要泡它的湯汁喔 泡湯汁... 它有吸湯汁 好好吃喔 好吃 它是不是把魚卵上面的筋膜 調掉了 就是不會有這個東西 來 我們的酸湯汁 這個 就三碗 這兩碗 就是酸湯 然後再加高湯 然後用客家花布耶 對啊 它的魚卵真的很誇張 很好吃喔 太久沒有這種表情了喔 對喔 哇 哇 哇 天堂 天堂不能像王彩虎 天堂 好好吃喔 魚卵真的太驚豔了 妳看它在你嘴巴裡面爆開 然後有那個酸湯的味道 融合在一起 然後妳會想說酸湯的味道 融合在一起會酸 沒有 它是甜的 妳不要吵我 我跟魚卵在約會 而且它帶麻 淡淡的 淡淡的麻 對 不嗆 它的麻很後面才來 我好奇小禎剛問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真的筋骨調好之後 你還會想要有第二醇嗎 愛因斯坦講過 什麼叫瘋狂 就是一直做重複一樣的事情 卻期待有不一樣的結局 這樣我講完了嗎 有 可是跟不同人交往它不一樣 但做一樣的事情 停經前跟停經後 還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們比較不會被荷爾蒙控制的 妳懂嗎 以我現在來講 我要找一個 就是說 好看的面孔太多了 但有趣的靈魂太少 所以是用幽默的 對 不然妳介紹一下 XX很幽默 妳想吃什麼妳再點好了 OK 提手提韻勿施語言 因為她小孩小妳知道嗎 對 OK 所以妳會有一個盲點 所有帶小孩的離婚婦女 都有的一個盲點 我說妳要不要再交男朋友 要 有什麼條件 有 我覺得她要先愛我的小孩 我才能夠接受她 有沒有聽過這種話 有 這種話叫做啼笑 為什麼 誰會因為妳的小孩很可愛 所以順便愛妳 可是至少兩個不能相處 不是嘛 愛屋疾屋 對嘛 所以要先愛妳 然後順便不討厭妳的小孩 就可以了 妳的小孩是有多可愛 不討厭 不討厭 超級可愛 妳要不要看照片 不是 她很可愛 不是 妳要不討厭就不錯 她也跟她相處 對不對 所以妳不能用這個男 這麼可愛 這麼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 我們也不是沒看過小孩 可愛的時候 但可怕的時候就來了 對 老師 太棒能來了 真的 妳會特別點那個菜脯 為什麼要吃妳比較的菜脯呢 我們比較用烘蛋的方式去做 就是所有直接用下去炒 他是用烘的 所以用比較慢一點 對... 妳看 妳看 它的蛋這麼高 蛋鬆一點 真的耶 對 它的菜脯 配到有沒有吃菜脯 對啊 誰看 它蛋裡面是鬆軟的 我跟你講 演藝圈的朋友 妳們要吃飯就要找美人姐 真的 真的耶 我會告訴妳要點什麼 不是 看佩正 他們跟妳這樣吃完 那我好羨慕 不要亂點 我都拿我的生命去試驗過 菜脯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怕太脯了 但它的外面是 表皮是 有點像炸彈的那一種酥脆 然後裡面是很鬆 再來是它的菜脯 味道剛剛好 因為有些菜脯是很細一點 這個完全不會 對啊 而且它切得很細 不粗魯對不對 我早餐寫下 時尚玩家的紀錄 真的 女藝人要加飯的 真的耶 目前對我一個吧 真的 你不只寫下這個紀錄 你寫下三個離婚的同感 我們離婚不過就是告訴我們說 人生有時候會做一些錯誤的選擇 對 但是做了錯誤的選擇之後呢 我們有機會 可以改正這個情況 對 這都是福報 不要自怨自哀 沒錯 對不對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禎 我是小賴 食尚玩家YouTube頻道 破50萬訂閱啦 感謝各方好久粉絲大力支持 沒錯 所以食尚玩家呢 會持續的介紹更多好吃好玩的東西給大家 並且集結豐富的美食地圖給你們喔 還有還有王子家版會特殊全新企劃喔 比以往的內容清淡 哇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且分享跟你的朋友們 趕快按下去 按下去 繼續繼續